監視器畫面中大批人馬深夜時刻 聚集在某車行旁邊 要理論誰的車改得比較好 改得比較帥 沒想到有一方落來一批惡煞 就在大馬路上對被害人拳打腳踢 持續攻擊約半小時 還原整起事件經過 21歲的高姓男子和嚴姓嫌犯 日前因為替朋友出頭發生爭執 兩人相約12月底 在台北文山區木柵路上某車行談判 沒想到嚴姓男子 卻叫來無姓男子等七名竹聯邦駐政 對被害人毆打 拿彈簧刀刺傷大腿 還持西瓜刀逼拍片道歉 西瓜刀恫嚇道歉 不准報警等影片 事後被害人向警方報案 2月23日將證明竹聯邦派 無姓祖賢兵小弟全數居體道案 走在最前面身材壯硕的男子 就是無姓祖賢 一查才發現其實兩年前也上過新聞版面 當時在信義區因為朋友的女友被搭訕 為了幫忙出一口氣砸對方的馬砂拉蒂 甚至持刀看對方遭到逮捕 沒想到這回又是幫朋友出氣持刀傷害人 無姓主席和其他六名犯嫌遭查扣手機等證物 全案訊扣依妨礙秩序傷害恐嚇罪嫌 移送台北地檢署 記者張正銘 楊宗晏 台北報道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